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屠杀 目的就是为了清除世界上多余的人口 未来世界地球的资源已经严重匮乏 再加上人口泛滥 政府发明了一条会吃人的隧道 在这里 不管你是底层平民还是亿万富翁 只要进入这条隧道 你的生命就不再由自己掌控 隧道会不定时的关闭 没有使出隧道的人 都会被系统定义为清除对象 从而被机器碾成肉末 当隧道门再次升起时 里面的残渣会被清除的干干净净 人人都知道进去就是在赌命 但是大家还是争先恐后的涌进隧道 他们是疯了吗 不 只因为这是回家的唯一通道 眼前的一家五口 刚从海滩上游玩归来 全自动驾驶汽车带着他们 顺着车流缓慢前进 长长的队伍一眼看不到边境 男人用海边捡来的贝壳 伴着鬼脸和孩子们玩梦 可回过头来 他的笑容却渐渐消失 因为广播中传出播报 隧道上一次关闭的时间是在20小时前 而当前汽车行驶的速度为 每小时5.35公里 在接下来的60分钟内 隧道有9%的几率会关闭 两个大人不由地紧张起来 可儿子却悠闲地戴上耳机望向窗外 看见林家女孩美丽的样子 还露出了羞涩的神情 再次转过头去 女孩也同样朝着这边看望 父母相识一眼 都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随着车辆缓慢地向前移动 车内的气氛再次变得压抑起来 突然车子一个哐当 只见所有的车辆 不约而同地都停下了脚步 隧道外的入口处显示着 目前隧道处于关闭状态 男人长舒了一口气 这次关闭也就意味着 下次关闭的几率会大幅度地下降 他们安全通过的几率 也会大大提升 男人看向一旁的广告牌 上面写着抗议死亡隧道 看来政府的做法 早就引来了部分人的不满 两个情斗初开的孩子 正准备加深下彼此的感情 突然 男孩看向远方 只见隧道门再次被打开 刚才还拥挤不止的车流 此刻已经消失不见了 停止许久的队伍 再次向着隧道深处驶去 他们将在15分钟内通过这条隧道 男人咽了咽口水 随着滴的一声 提醒着他们已经来到了隧道中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向窗外 两个巨大的风扇 犹如死神的镰刀悬在众人的头顶 就在男人观看女儿的画像时 隧道内的灯光却突然按了下来 男人惊慌失措地回头张望 发现只是系统故障 闸门并没有落下来 灯光恢复了正常 车队继续缓慢前进 看着头顶上的戾气 男人一直提心吊胆 可儿子还一点不为自己的处境担心 还在一旁对着玻璃打情骂俏 眼看到了驶出隧道的关键时刻 车子却突然毫无征兆地停了下来 系统提示有车辆在不规律变动 而其他车道上的车辆还在正常行驶 只有他们和邻家女孩的车道停滞不前 镜头一转 是一辆车想插队 此时车内的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随着违规车辆插入到一旁车道 汽车再次行驶了起来 两个大人紧张地看着前方 出口已经近在咫尺 孩子们的嬉笑声让女人神经脆弱 突然喇叭里传出一阵尖锐的警告声 隧道马上就要关闭了 看着闸门缓缓落下 男人低下头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幸运的是 最后闸门落在了他们的身后 他们逃过了一劫 一家人抱在一起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而残酷的是 邻家女孩所在的车辆 因为那辆车的无规则变动 永远地留在了隧道里 2066年 一种新型狂犬病毒降临地球 眼前这个就是感染了病毒的人类 从她的外形上来看 称作人似乎都不太合适 她的身体已经严重畸形 脸上也只剩下一张 像Type-C接口的聚嘴 经过基因检测 可以断定变异的原因是 由于身体里的一些隐藏的DNA被激活了 很快 特别调查小组对这个事件展开了调查 根据变异者邻居的描述 昨天晚上8点 他看见邻居靠在车上 对方只是癫痫犯了 可没想到仅仅过去了一个小时 邻居就变了一副模样 随后 调查小组询问了警方的进展 根据调查 他们在变异者的办公室里 找到了一些从网上购买的药剂 经过医学检测报告显示 这些药剂含有一种 高度不稳定的合成分子 它的作用类似于激素 可以激发DNA的重构和修复 从药性上来看 需要长期服用这种药剂 再加上变异者血型比较罕见 才导致了这种灾难性的生化变异 虽然现在网站已经关闭 但专家认为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采取防范措施 避免产生更大范围的传播 可调查小组并没有重视 他们认为这种变异只是一种特例 不具备传播的可能性 然而 在调查小组离开的第二天 变异者就逃走了 虽然军方立即派出特种部队 成功对变异者实施了抓捕 但是他在逃跑的过程中 已经在居民区造成了伤亡 一对夫妻在袭击中 被折断了全身的骨头 在随后的事件中 他们在受害者的血液里 也发现了跟变异者相同的物质 随后死掉的丈夫 竟然也发生了变异 当天晚上 职业班的员工便遭到了袭击 而新的变异者 跟之前的形态完全不同 他身材高挑 四肢细长 而且行动速度非常的快 医院主管本想通知调查小组 可其他被袭击的人 也接连发生了变异 这场恐怖的生化危机 就此拉开了序幕 阿本收到了一个礼物 但奇怪的是里面一片漆黑 联手电光都被吸收了 于是他又拿了一根铅笔扔了进去 意料中的响声并未响起 箱子里仿佛有一个黑洞 铅笔就这样消失不见了 阿本见状想伸手进去 但被女友阻止了 鬼知道里面有什么 突然他们想起来了 送箱子来的朋友 好像还附带了一封信 信上写道 别让你的视线离开箱子 因为只有盯着他的时候 他才不会懂 阿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低头捡起了地上的铅笔 那个人瞪大眼睛 一句话都不说 可是当大本移动时 对方却直勾勾地看着他 阿本拿起手机给朋友打去电话 想问问他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可对方似乎是在刻意回避他 一直都不肯接 更诡异的是 当阿本挂断电话后 箱子里的人竟然开始 重复他刚才说的话 回想起卡片上的信息 女友有些好奇 如果不盯着他会发生什么 于是两人倒数321 迅速移开了视线 这样下去 箱子里的人早晚都会爬出来 阿本让女友盯着他 然后自己去找朋友 离开之前 他从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 交给女友防身 赶路的途中 阿本终于打通了朋友的电话 可是当得知阿本没有看着那个箱子时 朋友突然大吼起来 他把箱子交给了阿本 所以只有他本人盯着箱子才管用 听到这儿 阿本立即掉头往家里赶去 当阿本回到家里时 屋里漆黑一片 女友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地上只有一滩水和一把刀 他开始呼唤女友的名字 可对方的声音却是从地下室传来的 阿本顺着楼梯走了下去 发现箱子就放在屋里的桌子上 可他一回头 却发现几个黑影堵在了门口 只有盯着对方时 他们才会站在原地不动 然而大本深处的这个角落 没办法同时看着两个方向 而就在他来回扭头的期间 黑影不断逼近 箱子里的怪人也钻了出来 把手伸向了吊灯的开关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三个科幻短片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